今天是2022年9月9日星期五 今天焦点有望周天卫和大家讲讲时事热话 今天想和大家讲讲黑暴的一些反思 9月10日就是中秋节 今年的中秋这段时间世界真的发生了很多事 英国新首相卓慧斯上任几天 英女王 伊丽莎伯二世世世 享年96岁查理斯王子继位 思维查理斯三世 俄乌战争未打完全球继续疯狂通胀 很多专家都预告今次环球经济困局 可能经过2008年的次案危机 在香港我们幸好有祖国照着 但依然要面对疫情的升温 开不开关的烦恼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 政协常委唐英年在9月8日出席论坛支持 他认为本港不同内地 内地的经济容量大 内循环可以顺利运作 但本港难以单靠内循环运作 否则只会内出血 他建议政府应该和内地商讨 尽快通关 至于另一位商界的重量级人物 九仓高级顾问吴光正 他也透过他的办公室 发表了超过2000字的长文 他认为香港失去了国际中心之实 吸引不了也都留不住人才 他呼吁当局在10月之前实行全面通关 让香港人对外讲好香港故事 亦都给更多人来香港 体验一国两制的生命力 特首李嘉超会如何决定 相信大家都很快就会见到 进回正题 昨天焦点也有说过 黑暴的阳村汇本案即将尘埃落定 已经被DQ的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 五名时任职员涉嫌发布三本 怀疑有煽动成份的儿童汇本 并在打算发布系列第四本之前被捕 齐齐被控以一项串谋 刊印、发布、发表、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 他们虽然不肯认罪 但最终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 在9月10日中秋的正日 听取求情之后就会判刑 看这五个被告 个个都很年轻 年龄介乎在25至28岁 都是因为愁终上老 不知稀结果一获属 奉公守法的好市民 可以和家人宽度中秋佳节 但这五位年轻人 要在中秋那天向法庭求情 其实挺讽刺 始终我觉得 羊村汇本案的重要性 在提醒市民 也警告黑暴的潜藏分子 香港社会不会沽释这些恶劣的犯法行为 人逢佳节犯法入策 今年中秋可以怎样 民主党前副主席林卓廷做了一个亲身示范 林卓廷有很多序 最后已经还压超过一年半 在9月10日中秋 将会是他还压期间的第二个中秋 前立法会议员邵家遵 在9月8日一个社交平台发帖 提到林卓廷在监狱的生涯 原来每年他透露 每年中秋监房都会向在囚人士 派发一粒旗子饼和月饼 他说林卓廷很喜欢吃甜食 所以当然很喜欢吃旗子饼 他说去年监房派了旗子饼给林卓廷 他很珍惜 首先吃了一半之后 把另一半包得很密实 留下第二招才吃 为什么要包得很密实呢? 因为怕蟑螂小强偷杂地说 林卓廷在反对派阵营 原本是大好前途 甜品真是任你吃 必须这么惨 吃完一半包得很密实 留下第二招吃 但他自己嘴硬 要持续搞对抗 结果搞到今时今日禁回 而且抗争虹无价值 只是有空无事给手足免怀 还种植草政客 像这些前党友 许智峰这一类的政治食粮 专与别人用来抽水 除了林卓廷之外 有很多反对派的政客 搞事的时候都亚文亚母 被人抓了之后 还押、受审成为了他们 不能承受之重 排着队去认罪求饶 希望法庭轻判 当初初选案 47位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 有29人认罪 18人不认罪 在中秋前夕 案件的犯人陆续上法庭 进行案件管理聆讯 在认罪被告里面 例如前公民党三人 楊岳桥、郭家琪、譚文浩 就说明因为长期还押 而感到焦虑 想快些判刑告一段落 另外例如一些民主党的尹兆坚 前学民司朝发言人王子月 都说认罪 同样希望在其他人审讯之前 就尽快判刑 爽快认罪 尽快判刑 明显是因为还押了太久 受不了 又觉得认罪可以减刑 扣扣买假期 应该很快出得回来 轻本家人奈何作诚 如果那群王政客 有好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循正途去表达意见 他们一定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其实都挺可悲 成交署和警务署 在9月7日举办了 有个彩灯连心并肩同行的活动 安排了六位的年轻 女囚犯和家人近距离相聚 其中因为暴动罪入懲教所的化名阿怡 她想起自己受到黄婴文宣影响 冲动犯案 付上了沉重的代价 令到她要回四份工的单亲妈妈很伤心 阿怡在中秋的愿望很简单 她说只是希望在中秋节 能够亲手做一份西餐给妈妈吃 失去才懂得珍惜 阿怡说 在懲教所最难捱的就是没有了家人陪 她说以前无论有多辛苦 回到家一定有妈妈开饭 她用过来人的身份劝其他人 做任何事之前 都要想想自己最疼的家人 凡事三思而行奉公守法 她这个经历真的值得年轻一代 就是人以为界的 年轻人犯了法 整个香港社会都愿意承担 就是之前警队一哥 萧澤宜在8月接受一个访问的时候 她都很坦白地说 她说 纵使我们不能够逼到年轻人 一定要支持警察、支持警队 或者喜欢警队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只是希望年轻人能够守法 萧Sir认为涉及反修例运动 的年轻人服刑和悔改之后 整个社会都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 让他们从头学业或者工作里面 否则整个社会都要赚钱 很同意一哥这个说法 任何香港人都不想再见到 这些年轻人犯法入獄 社会出现了问题 不应该全部由年轻人一代去承担 我们说到底都是 带前提都是这些 坐完监出来的 希望他们真是有悔改的 一班更新人士 如果任由年轻人一代去坐监 仇视政府、仇视国家 整个香港社会 迟早都要付出代价 9月10日中秋佳节 祝愿大家想个好月 和家人和好朋友吃个好饭 个个开心 但记住记住记住 要遵守防疫规定 好了中秋节快乐 下个星期二 再和大家见面了 拜拜 五字词